ndd 記者 James appreciative 那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就延續上個禮拜 我們跟各位報告的 那個風險跟報酬率之間的關係 那我們首先還是跟各位提醒一下 為什麼我們現在在講這個風險跟報酬率呢 那最主要就是說 我們在進行資本預算的過程當中 那我們必須去估計 公司的資金成本 那公司的資金成本 那有兩部分 舉債的資金成本 跟股東權益的資金成本 那舉債的資金成本 我們在之前已經交出一些方法 可以讓我們去估計舉債資金 雖然我們還沒講到 我們等一下其實馬上就會講到 那所以舉債的資金成本 對我們來講是比較不會有問題的 我們比較有問題的就是說 去決定股東權益的資金成本 那股東權益的資金成本 我們就實際上來講 有非常多衡量上面的困難 我們上回也跟各位講說 你使用股東的資金成本 你不能只看股利 OK 然後就算看股利的話 你也不能保證過去的股利 未來一定會發放的出來 那所以就實際上的衡量來講 非常的困難 所以呢我們在財務金融界的 財務的學者 那我們後來就發展出來一套 就是利用投資學裡面的一些理論 然後我們可以估計的出來說 那個怎麼樣的一個風險的一個公司 那在投資學的觀點上面來看 投資人會要求多高的一個報酬率 那投資人所要求的報酬率 後來就會真正成為公司的股東權益的資金成本 我們等一下會也跟各位強調一下說 這個因為資本市場是非常有效率的 所以當投資人他心目中要求多高的資金成本 而且這個信念如果是絕大部分的投資人 都相信這樣的一個信念的話 那投資人所要求的報酬率 後來就會真正成為公司在使用股東權益 實現的資金成本 這是我們在投資學裡面所要講的 那所以呢我們上個禮拜花了一些時間 跟各位講講所謂的一個投資組合理論 還有一個就是我們現在正在講的一個 資本資產定價模型 那我們大致上的理由是這樣就是說 我們比較傳統的版本原始版本的一個 就是資本市場的一個理論 那當然就是說這個投資人可能會選擇 在效率前緣上面去選擇一個適合他 他的一個風險跟報酬率的組合去進行投資 那我們有兩個版本的 所謂資本市場的一個均衡 有一種版本的話就叫資本市場線 那資本市場線呢 他的主張就是說 所有的投資人應該選擇部分的資金放在風險資產上面 而另外部分的資金放在所謂市場的組合上面 那這樣的一個資本市場理論來講 其實對投資人可能 某一個方面來講是make sense的一種投資方法 但是呢對於我們在估計 股東權益的資金成本上面來講 由於我們不認為任何的一個個股 他會在我們的一個效率前緣上面 因為任何一個個股他事實上沒有經過風險分散 所以他不可能在效率前緣上面 所以呢我們就根據我們上禮拜最後所講的資本市場線 然後呢引用了一些我們在資本市場的一些 食物上的一個假設我們的假設就是說如果所有的投資人都進行風險分散的動作的話 那任何一個股票的個股他所剩下來的風險就是市場風險 然後呢我們可以經由某種數學上的一個引導 把我們的資本市場線的一個 資本市場的一個均衡的條件 然後把它移植到我們目前所在講的就是所謂的證券市場線 那證券市場線呢就是說 由於如果所有的投資人都進行風險分散 那所有的股票他所剩下的風險就會是市場風險 那我們可以找出一個均衡的狀態 那就是說投資人會因為這個均衡的 會因為這個股票的一個市場的風險 而去要求某一定的一個報酬率 那這個風險跟報酬率之間 他是一個線型的一個關係 那之所以會是一個線型呢 那基本上這是由我們上禮拜所得到的一個 所謂的Capital Market Line資本市場線 然後經由某些數學的一個導引 然後我們可以得到下列的關係 那上個投影片呢 我們有看到就是說他的橫軸的話 是Sigma IM Sigma IM就是說我們這個個股的股票 跟整體市場之間的共電動關係 我們市場的股票跟整體市場 我們個股的股票跟市場的一個共變動的關係 那所以呢我們的斜率呢 我們當然也可以在其中找一點叫做M點 那個M呢就整個市場的投資組合 那各位可以看得出來 因為我們的橫軸是Sigma IM 所以我們如果找到一個M的投資組合的話 那那個Sigma IM就會變成Sigma MM 那個Sigma MM其實就是Sigma M的平方 Sigma M的平方就是說 以 標準差來衡量 整個市場投資組合的一個風險 那這個標準差的平方叫Sigma M平方 OK 那如果你找到這個投資組合 你應該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就可以衡量出來說 這一條 證券市場線的一個斜率 到後來呢 就會等於RM減掉 無風險利率除以Sigma M平方 OK 各位做一下那個斜率的一個公式 你應該知道 就是你的垂直的那個 距離去除以你水平的距離 所以就是RM減掉RF 然後除以Sigma M平方 那我們的橫軸當然是 所謂的Sigma M Covalence M 那因為這個方程式 理論上看起來是比較 比較複雜一點 那所以有些學者 他們就主張說 那既然 所有的個股Sigma M 那他都會 他所面臨的那個M的那個 市場組合是一樣的話 那我們事實上也可以有一個 這個簡化的過程 就是呢 把那個Covalence M先放在這個分子 Sigma M平方 留在原地 然後把那個RM減掉RF 移到旁邊來 那這樣的做法就是說 我們可能就可以把我們的 那個風險的這個指標 Sigma M 然後呢 去進行一個標準化的一個過程 那這個標準化的基礎 Sigma M平方剛好是整個市場的一個標準差的平方 那各位如果學過統計應該知道這個 Covalence M 就是Sigma M呢 它事實上它的位階跟Sigma M平方是相同的 它是兩個變異數的一個共同變動的一個關係 那中間有一個特例就是說 當這個I等於M的時候就變成Sigma M平方 所以呢我們就可以個別把在 這個已經經過標準化的一個風險的指標 把它定位為Beta I OK 那我們的這樣的做法就是說 因為任何一個個股它跟市場會形成一個Sigma M 所以這個Sigma M 除以Sigma M平方 跟那個原先的Covalence M 它本身是一對一的函數 只不過說我們這邊有經過標準化 那經過標準化呢 這個Beta呢 就是一個 還算是 蠻簡單的一個 風險的指標 這個風險的指標它大致上是告訴你這樣子 如果整體市場 它的一個風險當作1的話 整體市場的風險當作1的話 那有些 股票它的風險是比市場 還要大 那有些 股票的風險就比 1還要小 那我們上禮拜稍微有跟各位解釋一下 如果像是台積電啊 像是鴻海啊 像是那種科技型的股票 它的Beta可能就是大於1 因為它的變化程度 會比整體市場來講 要稍微大一點 因為整體市場的指標呢 它事實上有包含所有的股票 包含科技股 包含營建股 包含一些製造業 包含一些那個民生必需股 所以你如果說 把所有的市場平均起來當作1的話 那你應該知道 有一些股票會比 這個1還要大 有些股票的Beta會比1還要小 那科技股來講的話 非常有可能Beta就是大於1 那一些民生必需品 它的變化幅度不是那麼大的 那它的Beta就會小於1 那所以這是我們的一個理由 所以呢我們到頭來的話 你會看到的我們的那個 證券市場限呢 就等於1RI 等於無風險的一個報酬率 無風險的報酬率就是我們的拮据 就是說當風險為0的時候 我們還有怎麼樣的報酬率 然後再加上呢 這個東西就會變成BetaI 就會變成放在後面 然後我們就會看到Rm減掉Rf Rm減掉Rf呢 就會變成是我們的斜率 變成是我們的斜率 然後乘上一個BetaI OK 那這個Beta呢 事實上 因為它的使用的一個範圍非常的廣 所以我們基本上現在幾乎所有的財務金融的資料庫 都會幫你計算 至少我們所有上市上櫃公司的Beta 因為這個Beta的計算 我們有一種研究型的一個計算 就是說你Beta你如何去計算出來的呢 那其實Beta計算的方式 其實說起來也很簡單 它但是它不是在我們這門課的一個範圍裡面 你要去計算Beta呢 我們通常使用的一個方法就是 你拿比如說我們要算台積電的Beta 台積電Beta怎麼算呢 我們通常 食物界常用的方法就是把台積電過去60個月的 月報酬率 就是它的股票的月報酬率算出來 那當然有一定算報酬率的方法 那因為會蠻花時間的 所以我們這邊就不講 那是資料庫裡面都有這種資料 就是台積電過去60個月的月報酬率 然後你把台灣加全股票 發行量加全股票指數呢 你把它過去60個月的報酬率也算出來 那各位如果有學過統計的人應該知道 你如果說有因變數60個 有自變數有60個 然後你就可以去算一個回歸分析 非常簡單的回歸分析 你的因變數呢 你就把它放成台積電的股票 然後你的自變數呢把它放成是我們加全股價指數的股票 那你跑個回歸呢 你就可以發現會有個回歸係數 那那個回歸係數呢就是我們的β 也就是說我們衡量這個市場報酬率的變動 跟個股的股價變動 然後它的回歸係數呢 其實就是我們的β 所以你只要有股票的報酬率 你應該就可以算出股票的β 那所以我們幾乎所有的金融性的資料庫 比如說像在管院有一個叫台灣經濟星報的資料庫 它有幫所有的上市上規公司就算出β 然後呢 我們有Broomberg資料庫 在財經系的系電裡面 它甚至可以幫你算出來全世界所有知名公司的β OK 那所以這個β的取得對使用者來講是還蠻方便的 所以你只要知道 保價公司的β 比如說台積電的β 我們假設啦 因為這個數值是時常會改變的 我們假設台積電的β是1.2 1.2 台積電的β1.2 如果你知道說我們最近通用的無風險證券的報酬率是多少 無風險證券的報酬率 你可以依照你的假設 你可以去找到不同的無風險的報酬率 但是我們這邊要做的是什麼 資本預算 我們常常要做的資本預算呢 是非常長的期間的投資案 所以你要找到非常長期間的投資案的無風險的報酬率 比如來想像 現在美國最長期的無風險的一個資產的 30年國庫債的一個報酬率 大概是4.5%左右 那我們就以4%來算好 4% OK 那如果說我們台積電 要做一個非常長期的投資 那我們就用4%的無風險利率 然後台積電的β是1.2 那如果我們預期 我們在未來的30年裡面 這個市場的報酬率 大概是 我們假設來講是14號 那我們的數字比較好一點 那我們如果預期 我們未來30年以內 我們的那個股票市場 平均每年賺的報酬率是14% 那你減掉4% 就會等到10% 所以這個瓜糊裡面就等於10% 我們的β是1.2 然後再加上我們無風險利率是4的話 那你算出來呢 台積電 被資本市場所預估出來 所要求的報酬率 應該就是16% OK 就是這樣算出來的 那你可能會問一句話說 那台積電知不知道說 我們一般的投資人要求16% 或要求15% 這樣的一個報酬率 他知不知道 那我想這些資訊大致上來講 都還蠻公開的 而且台積電很可能就 自己必須要去算這個 這個報酬率去當作他的資金成本 因為台積電他必須要去做資本預算 OK 所以他大致上會知道 一般資本市場對他要求的報酬率有多少 所以他就要想辦法去滿足 資本市場的 一般的一個股東對我的要求的報酬率 那等一下怎麼樣去滿足呢 我們會講得到 所以這大概就是我們的approach OK 就等於是這個樣子 就是說 我們只要知道 我們只要知道 你要去評估的那一家公司 他的貝達是多少 貝達在這裡 那我們這邊呢 這個無風險利率 這是在我們很多的一個金融資料庫裡面 都找得到 然後這個rm減掉rf 那個瓜幅 有些人是會把rm減掉rf 一起來估計 OK 他可以去算說 過去40年 過去30年 那一般資本市場的 平均報酬率 減掉無風險利率是多少 我們就直接 拿這個差來做估計 那有些人就說 那我能不能只估計那個rm 那也沒有問題 那反正就是說 你可以從現在的一個金融資料庫裡面 或是從一些專家的一個眼光裡面 可以去計算出來 我們平均來講rm是多少 那無風險利率是多少 然後你可以去估計一下 未來 你在進行資本預算的那個期間裡面 你對使用股東權益的資金 你應該涉算多少的資金成分 那這是我們證券市場線 所要求要做的 那這個證券市場線呢 這個 這個方程式呢 它事實上 我們有另外一個名字 那叫資本資產定價模型 資本資產定價模型 那英文叫做 Capital Asset Pricing Model Capital Asset Pricing Model 那很多人就把這個Capital Asset Pricing Model的 4個英文字母 CAPM 把它拿來就是形容這個 風險跟報酬力之間的關係 CAPM 所以你也會常常在財務啦 會計啦 或是其他的一些文獻裡面 看到4個字叫CAPM 那它指的就是 這個資本市場上面 如何去衡量投資人 對於他所投資的股票 所要求的報酬率的公式 就是叫CAPM 好 那這個我們通常來講的話 就會用這個報酬率去要求 用這個公式去計算出來 一般投資人對公司 所要求的報酬率 那必要跟各位講一下 這個CAPM 它是在1960年代有幾位學者 他用不同的方式去證實出來相同的原理 OK 這是非常好玩的事情 就是說不同國家不同的那個學者 然後他用不同的方法去證明出來說 這個Pricing Model是Work 那各位覺得很好玩 因為在1960年代的話 不是說 每個人都可以上電腦去查查資料 知道別人在做什麼 OK 那時候基本上是沒有電腦 然後也沒有那麼多的一個學術的方面的一個conference 所以你也不知道說其他學者在做什麼 那可是我們在不同的期間上面就發展出來 怎麼大家發表的文章 都非常的接近 後來去探究一下 事實上他可以證明說 不同的學者事實上發明出來幾乎相同的理論 那1960年代呢 一直到現在2000多年 那這個資本市場上面有沒有更好 可以解釋股票報酬率的一個行為的一個 一個文獻呢 我們當然會有 可是後來我們發現說說 其實資本市場非常好玩 他其實並不在探究說 有沒有人的研究的那個影響風險跟報酬率的 之間的一個關係的那個文獻有沒有在更新更進步 而是說 哪個理論可能會最簡便 最容易讓大家來接受 因為這個又簡潔又 又簡單的一個 模型 事實上是每個人都很容易學會 所以儘管過去有些人不 不太同意說 我們從上禮拜講到今天這樣算是很容易 但是他基本上是過去 四五十年來 全球的商學院都共同在教的東西 所以所有經過商學院的 學生對於這個Pricing Model的話 應該都不陌生 所以大家都學會了 那學會了以後 大家都會去應用 所以雖然這四五十年來 有非常新的版本的一些Pricing Model出來 但是我們也曾經對全世界財務管理 或是世界規模最大的一些公司 然後我們去做調查 去問他說 你如何來估計股東權益的資金成本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公司說 他們使用CAPM 那全球最暢銷的前十本財務管理教科書 上面我們去翻開來 他在股東權益的資金成本那個章節 他也用百分之百 那十本全部都是主張使用這個Model 那我們也真的去訪問 全世界最知名的 最知名的財務顧問 或是投資銀行 財務顧問跟投資銀行 他們也必須要去估計 這個資金成本的公式 那我們也發現 事實上也百分之九十幾以上的 最好的那個財務顧問公司 他們也使用CAPM 來估計資金成本 所以理論上來講 並不是代表說 這個理論是完全沒有缺點 因為如果沒有缺點的話 這四十年來就不會有 其他的那個理論會出現 但是我們在這邊必須要跟各位講的就是說 事實上在食物界 他都會用一種既簡單 大家又容易溝通的方式 然後去計算一些重要的參數 那所以我們到目前為止 基本上所有的財務管理的 不管是理論家或是施政者 他們都是要用相同的方法 去計算股東權益的資金成本 那這邊就有一些 就是跟各位說明一下 這個方程式的一些要件 那我們依照這個方程式 所算出來是一個 叫做required rate of return 它是一個理論模型 就是說如果有一家公司的 風險是多高 理論上這一家公司 要提供多少的報酬率 所以這是一個理論值 理論值 那在算這個報酬率的時候 這邊有跟各位講說 這裡面到底rf是什麼意思 就叫無風險資產的報酬率 那那個後面的 整個beta i乘上 那個瓜糊裡面的東西 叫做風險意籌 那這個風險意籌 可以分為兩個單位 一個是風險本身是有多少個單位 就是beta 那另外那個瓜糊裡面的東西 叫做市場風險意籌 各位風險意籌 跟市場風險意籌不太一樣 所謂的風險意籌是說 這個股票 如果它的風險不是0的話 那它比無風險資產多出來的 報酬率是多少 所以只要一承擔風險 beta i如果大於0的話 那理論上 你就多出來的那個報酬率的部分 就叫風險意籌 所以beta i乘上rm減掉rf 整個東西叫做風險意籌 然後呢 風險意籌又可以分解為兩個單位相乘 一個叫做beta i是風險的單位 那rm減掉rf 1rm減掉rf 它事實上是叫做市場風險意籌 為什麼叫市場風險意籌呢 事實上你如果說beta i令它為1的話 beta i令它為1是什麼 是整個市場 因為我們說整個市場的風險是1嘛 所以beta i如果定它為1的話 就是平均市場會得到的一個報酬率 對不對 那平均市場會得到的報酬率 減掉rf 就是你的rm減掉rf 對不對 所以rm減掉rf呢 事實上就是整個市場風險之下 所給的意籌 ok 所以rm減掉rf就是市場風險意籌 叫market risk premium 叫市場風險意籌 好 所以我們這邊有說明過 beta i大1的 就相對於市場來講 它的風險比較高的 beta i小1的那種證券 就是相對於整個市場來講 是比較沒有風險的 相對於市場來講 比較風險比較高的 那當然就是我們所謂的科技股 電子股 相對於市場來講 風險比較低的股票 比如說民生必需品 如果你今天從我們報章雜誌上面 你看得出來的話 就是那些食品股 那些餐廳股 ok 還有那些量販店的股票 那些股票來講 零售業的 那些股票的話 相對起來是比較沒有太高的風險 那有沒有哪一些公司的股票 非常接近市場的風險的股票 比如說汽車股 在台灣來講 塑化股也非常接近 beta等於1 ok 汽車股非常接近beta等於1 那所以你應該可以找 找到很多很多可以 你可以觀察到的股票 那你甚至可以去驗證一下 比如說在我們的那個雅虎 雅虎有一個區塊叫做finance 那事實上他有幫所有的股票 對我算出他的beta 有興趣的人可以去看看 你所知道的那些股票 那他的beta各自是大於1還是小於1 可以去判斷說 以後你如果要投資的時候 你如果想要投資風險比較高的 或投資風險比較低的 各自有哪些股票可以當你的候選人 好 那我們必須要跟各位講的就是說 剛才那個所謂的證券市場線 所謂CAPM 他是依照你估計的當時 他可以跑出來一個方程式 那這個方程式不是永久不變的 只要一些經濟環境上面的因素改變的話 那我們就會改變這個方程式的一個型態 那我們通常來講呢 有兩大因素會造成 我們剛才所衡量的 那個證券市場線的一個方程式 不管是他的拮据 或者是他的斜率可能會起變化 那我們這邊就舉兩個 最可能發現到的因素 他改變我們證券市場線的結局 或是斜率 第一個的話 就是當預期通貨膨脹率 改變的話 那預期通貨膨脹率改變的話 那你原先所衡量的證券市場線 就會有所變化 那他的變化當然就是 他會水平的上 往上或是往下移動 水平的往上 就是說他改變他的結局 但是斜率大致上不會改變 那這是預期的通貨膨脹率改變的話 第二個的話是 當投資人的風選7B程度 如果態度改變的話 他也會改變我們的一個斜率 這個證券市場線的斜率 那怎麼樣來講呢 我們先來講第一種好了 我們說我們原來的那個 方程式應該是 我們原來的方程式是這樣子 那如果說我們今天 我們因為通貨膨脹 預期會增加 各位你要知道 你要做這個 我們要做這個 證券市場線的一個預估的時候 我們通常是會預估說 我們如果依照現在的條件 然後我們預估出來的方程是怎麼樣 但是呢 你可能會期待就是說 可是我們要做的資本預算 是未來15年20年 那未來15年20年 你有沒有特殊的一個理由 去懷疑 說我們的通貨膨脹率會有所改變 那如果通貨膨脹率會有所改變的話 你會改變什麼 OK 那各位要注意到 通貨膨脹率會改變的話 有學過那個投資學的人 都會知道這個 所謂的無風險利率 它事實上有兩個成分在裡面 一個成分是叫做 就叫做我們的真實的無風險利率 再加上一個通貨膨脹的一個義籌 就是真實的無風險利率 叫Real Risk Free Rate 然後再加上Inflation Premium 再加上一個通貨膨脹的義籌 所以如果你預期未來的通貨膨脹率 是會增加的話 那你會知道我們的 Risk Free Rate會增加 對不對 Risk Free Rate會增加 那各位如果也有學過投資學的話 也應該知道 無風險利率 它事實上應該是包含在 所有的資產的 要求的報酬率之間 對不對 那也就是說我們在計算這個東西的時候 這個ERM 它事實上本身是一個 無風險資產的報酬率 再加上因為這整個是市場 風險之下我們所要求的報酬率 所以這個ERM裡面 它有沒有包含無風險利率的成分在 或者我們這樣來講 好了 其實是任何的資產 你對它所要求的報酬率 都會包含有一個 Inflation Premium 也就是說任何資產 它事實上 讓你去持有這個資產的過程當中 它理論上都要 讓你能夠抵抗 通貨膨脹 對不對 所以呢 任何一個資產的報酬率 你都會預期它的報酬率 裡面有一個成分是通貨膨脹的一個 的預酬 所以如果說你預期未來 你在進行資本預算的那個 期間裡面 會有通貨膨脹會產生的話 那你應該可以發現到就是說 這個無風險利率 它會因為通貨膨脹的預期增加 它會調高 然後呢這個市場風險 市場的報酬率 也會因為通貨膨脹的增加 而有所增加 那你這個瓜糊裡面 是它的斜率嘛 對不對 所以你理論上會看到說 如果瓜糊裡面的ERM 會因為Inflation Premium 而有所增加 RF也會因為 我們的Inflation Premium的理由 有所增加 那這個斜率呢 理論上 就不會有所改變 因為ERM 如果我們假設說 未來來講的話通貨膨脹率 會讓你覺得會增加一個百分比 那無風險的利率會增加百分之一 我們的ERM也會增加百分之一 OK 可能如果你們在學投資學的人會覺得說 應該增加來會比百分之一稍微多一點 沒有錯 因為我們說 這個我們通常是 1加上一個什麼 RM乘上1加上RF 可是你要知道就是說 當通貨膨脹率很小的時候 你的差別就是0.0000多少差別 那麼小的一個差別 通常都會被我們省略掉 那理論上呢 你會發現呢 它這個斜率大致上是來講是不變的 可是它的拮据呢 會增加 因為表現在我們的拮据上面 會因為通貨膨脹率的一個增加 而有所增加 所以呢我們會說 因為我們如果只調整通貨膨脹的一個預期的話 那我們的斜率大致上是不會有所改變 因為你斜率的兩個組成分子 一個是市場的預期報酬率 另外一個是無風險利率 那這兩個報酬率呢 都含有一個通貨膨脹風險的一個因子在那裡 所以呢 當你通貨膨脹預期改變的時候 斜率是不會改變的 因為ERM跟RF都會做等值的一個提升 但是呢 我們的拮据RF呢 會因為通貨膨脹預期的增加 而有所增加 所以當你如果說 純粹只是通貨膨脹的預期改變的話 你會發現這個證券市場線就會往上提 那這往上提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在任何風險之下 那這個資產的報酬率都增加了 在任何風險之下 這資產報酬率都增加了 增加的幅度是一樣的 也就是說台積電的股票 跟台銷的股票 跟中鋼的股票 如果在通貨膨脹增加的 那個期間裡面 那所有的股票的 要求的報酬率 都會增加相同的幅度 都會增加相同的幅度 那第二個理由 我們剛才說 投資人所謂的風險區避程度的改變 什麼叫投資人區避風險的態度呢 區避風險的態度 事實上就在看這個什麼 看這個東西 ERM減掉RF ERM減掉RF 為什麼它是市場衡量 投資人區避風險的程度 各位這樣想 ERM是什麼 投資股票你會要求的報酬率 RF是什麼 RF理論上講起來是 你投資債券所要求的報酬率 其實你也可以這樣講 我們現在一般的投資人會怎麼樣 平常你如果投資 還沒有投資股票之前 我們通常會把錢存在定存上面 對不對 所以你把RF想像成是定存的率 OK 然後呢 ERM的話就是你投資股票 你要求的報酬率 所以ERM減掉RF 就是說你如果不投資股票的話 你是投資債券 你拿到的報酬率是RF 你要投資股票的話 你得到的報酬率 平均而言就是ERM 所以ERM減掉RF 事實上就是衡量你在投資股票的狀態之下 跟不投資股票的狀態之下 那個利差 那我們說為什麼它是衡量我們風險區避的程度呢 其實他今天就是這樣講 你可能是想像一個故事 比較容易接受這樣的一個態度 就是說我們今天如果在經濟景氣比較不好的時候 你預期未來經濟景氣比較不好 比如說就像現在 現在的話你會把錢放在股票裡面呢 還是存在定存裡面 存在定存裡面 好今天如果有人告訴你說 未來經濟景氣要好了 那你很可能會覺得說 可是我現在沒有感覺 未來經濟會好 所以除非有人跟你講說 依照我們的衡量 未來經濟會反彈 所以這個ERM減掉RF的這個東西 會變得更大 你如果存定存的話 你現在只有一% 那我告訴你 你如果現在出來買股票的話 會得到20%或多少 這個東西呢 就有一點可能你現在會說 我如何把你引誘出來 從你賺定存的那種報酬率的一個證券 引誘到你投資到股票這邊來 所以這邊呢 我們當然剛才定義的就是 叫做市場風險義籌 它事實上也是說 我們可能量一般投資人風險趨幣的態度 比如來講 你在經濟比較不景氣的時候 你非得要用比較高的這個議籌 才能夠讓投資人願意 把錢從定存解約出來 去投資到股票裡面 OK 所以呢 我們什麼時候會 風險趨幣的態度會比較高一點 通常就在景氣比較不好的時候 景氣比較不好的時候 你風險趨幣的程度會比較高 也就是說你 非得要用比較高的ERM 減掉RF的代價 才能夠引誘我出來 因為我現在非常害怕風險 OK 所以除非呢 有人告訴我 這個東西會變得非常非常的大 才能夠讓膽小如數的我解除我的定存 然後願意出來投資股票 OK 所以當這個東西越大的時候 代表說我風險趨幣程度越高 OK 那所以我們可以這樣講 如果說當景氣比較不好的時候 那事實上 投資人所要求的報酬率會比較高一點 為什麼 因為景氣比較不好 大家心裡面都在想說 這個未來景氣是不好 所以我會躲避掉風險 躲避掉風險我就會跑到RF那裡 那所以呢 你要把那些從RF的那邊的人 引誘出來投資股票 除非你能告訴他說 其實雖然你的感覺很不好 但是呢 我現在告訴你 ERM應該夠高了 那你要不要解約 解約你的定存 然後來投資你的股票 OK 所以呢 如果是碰到這樣的情形 也就是說 如果市場的趨幣風險的程度增加 那在任何一個風險的程度之下 我所要求的報酬率都會比較高 但是呢 你會發現呢 在無風險利率之下呢 他所要求的報酬率仍然相同 所以他這個SML 就有點像是旋轉的一個概念 旋轉的概念就是說 因為在β 基本相同的β之下 那因為β如果增加的越高 因為我害怕風險的程度越高 所以你要給我的差價的那個 就要更大一點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 它是一個旋轉的一個概念 那也就是說呢 在風險高的那種證卷 在趨幣風險的程度增加的一個狀態之下 它所增加的報酬率的程度是會越高的 也就是說你在高風險的這個 在高風險的那個證卷之下 在旋轉以後的那個報酬率 它增加的程度是比較高一點 所以這個就是衡量市場趨幣程度的一個狀況 所以通常來講呢 在經濟比較不景氣的時候 我們這個是斜率嘛 它事實上是會增加的 代表一般的投資人 比較會形象於投資在債券 或是把錢放在定存上面 那所以它會趨幣風險的程度就會增加 所以你可能就要 用比較高的一個報酬率 去引誘它出來投資股票 那所以這就是會影響 我們均衡概念的兩個主要的因素 也就是通貨膨脹率 跟我們的一個市場趨幣風險的態度 好 那個剛才下課時間 有些同學問了一些題目 那剛好這個投影片 剛好就可以回答這個題目 我們剛才講說 這個我們用所謂的CAPM 或是所謂的證券市場線 我們所算出來的一家公司的股票 投資人所要求的報酬率 英文叫required return 投資人所要求的報酬率 那投資人所要求的報酬率 跟他真正會得到的報酬率 會有什麼樣的關係 其實說真的 我們投資人所算出來required return 是一個事前的概念 就是你還沒有買股票的時候 然後你會去依據你這個事前的概念 然後去算出一個要求的報酬率 但是你會知道 我們通常來講 在你沒有買股票之前 你會有一些分析師 會給你的一些information 這個分析師會告訴你 比如說 我們假設說我們這邊所算的 是台積電的股票 那如果你依據了某些資料 你算出來台積電 你的要求的報酬率 required return是15% 那當然你在買股票的時候 你就會依照 當時同時 台積電的 follow台積電的那些分析師 他可能會告訴你說 我們估計明年台積電的EPS 會是多少錢 然後dividend會是多少 然後明年的這個時候 我們對他的目標股價 大致上來講是多少 你依據這些的一個information 你很可能會去算出來 如果你今天用某個股價 去買台積電的股票的話 那你的預期的報酬率 是不會怎麼樣 注意喔 我們剛才依照CAPM 依照security market 9 所算出來是required rate of return 你如果依照明年的股力 依照明年股價會上漲的程度 那你會算出來的是 expected rate of return 就是期望的一個 期望的一個報酬率的概念 那我們這邊來講 如果說當明年 你增見實現的報酬率 如果不達我們所要求的報酬率 你會發生怎麼樣的一種情景 那我們這邊舉個例子 如果你當初依照台積電的貝塔 假設它是1.5 然後它無風險利率3% 然後我們依據 算出來的市場風險一手是8% 那所以我們算出來的 要求報酬率required rate of return 是15% 那如果說呢 你真實的過了 過了一年以後 如果說我們的那個 假設來講 我們這15% 完全都是由 鼓勵所得來支付好了 我們就假設它股價不變 ok 那所以呢 如果我今天用60塊錢去買台積電的股票 那我可能會要求15%的話 那我就希望它明年發9塊錢的股利 那如果明年沒有辦法發9塊錢的股利的話 比如說它明年只發出6塊錢的股利 那各位不要忘記喔 我是用60塊錢去買這個股票 如果到時候它只發6塊錢的股利 它提供給我多少的報酬率 只有10% 可是我要求要15%的報酬率 所以對我而言呢 因為你的風險是這麼高 我要求15%的報酬率 我會認為我是合理的 如果你到時候只給我10%的報酬率 那我會怎麼樣 我不會滿足 我不會滿足的話 我就會怎麼樣 把股票賣掉 那各位你一定不要忘記就是說 今天不只我這個投資人 是這樣在要求台積電提供那樣的報酬率 事實上那個其他的投資人也會用相同的資料去算出來 大致上15%的報酬率 所以所有不滿足10%報酬率的人 他很可能都會去賣股票 那如果大家都賣股票的話就會怎麼樣 股價就會降下來 股價就會降下來 那股價會降下來呢 然後會降到什麼地方 我們這邊就是說會降到大概40塊左右 為什麼會降到40塊呢 因為他會讓你事後的報酬率 6塊錢的股利 除以40塊錢 大概就會等於15% OK 所以呢我們大致上的一個主張是這樣子 你會依據這1.5β 你算出來這邊的報酬率是15% 那如果呢我們這邊會有一個 這個expective rate of return的一個方程式 他就是用d1除以p0加上g 這個g的話當然就是你 你也可以用p1 減掉p0除以p0 來代表這個g 那我們在考古題裡面當然有一些題目 是牽涉這個問題 我們就問你說 在資本市場均衡之下 各位所謂資本市場均衡 就是說 你用這個期望報酬率所算出來的 那個報酬率 跟用我們那個CAPM所算出來 要求的報酬率 兩個報酬率相等 兩個報酬率相等 兩個報酬率相等以後 股價就不至於會再改變 這個叫做達到資本市場的均衡 那我們如果剛才算出來的那個說 好我們算出來的那個報酬率 如果說只有10% 提供的真實的報酬率只有10%的話 那只有10%的話 各位就可以看得出來說 我們這股價就會下跌 股價就會下跌對不對 股價下跌的話呢 就代表報酬率會上漲 OK 你用40塊算出來的報酬率在這裡 那你會 沒有 用60塊錢算出來的報酬率會是這裡 那你如果每個人都去賣股票的話 股價就會下跌 股價下跌呢 基本相同的dividend跟相同的growth rate之下 你會發現呢 它最終最終就會漲到這裡 就是那個預期的報酬率就會慢慢的調高 預期報酬率我們剛才算的是10% 股價下跌以後 因為我們這邊說所有的報酬率都來自股利 所以相同的6塊錢的股利之下 只要股價跌到40塊錢 那你的預期的報酬率就會跟 要求的報酬率是一樣的 OK 所以大致上是這樣子 所以你們考古題上面有一些題目 他說資本市場均衡 那理論上用你的預期報酬率所算出來的公式的值 會等於用要求報酬率算出來的值 應該會相等 所以我們說 事實上 我們會認為說 為什麼用CAPM去計算出來的 那個權益資金成本的估計值 為什麼大家到目前為止還在用 那當然最基本的一個概念就是說 我們認為資本市場是有效率的 當你公司如果沒有辦法提供 那麼高的報酬率的話 那資本市場會用股票價格的調整 會逼使你真實的報酬率 會等於投資人所要求的報酬率 也就是用CAPM所算出來的值 所以這是我們這一張風險跟報酬率 所想跟大家報告的 那當然你知道 權益資金的資金成本之後 OK 那我們就要來計算一下資金成本 算一下資金成本 那資金成本呢 其實在我們實務界的一個應用 是還蠻多元化的 那怎麼一回事呢 第一個來講 各位 我們在講說 一家公司的財務經理人 他必須要選取一個投資的計畫 我們希望這個投資的計畫案 所提供的資產的報酬率 要高於我們的資金成本 然後投資人或是我們的股東 才會有那個價值創造的一個機會 也就是說你經理人 他必須要選取投資計畫 他所提供的報酬率 要高於我們公司的資金成本 那這個資金成本的計算 就會非常sensitive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知道這個資金成本 它事實上是用估計的 我們就務實的概念來講 就是說第一個 我們真正的資金成本 跟我們估計的資金成本 可能會有很大的差別 然後再加上說 如果你計算這個資金成本 是用來什麼 用來當作我們未來投資計畫的 一個折限率的話 那你又有可能估計的不準 因為它還沒有發生 OK 所以你今天如果說 我們假設一種狀況 我們如果蠻確定說 一個投資方案 它所能夠提供的資產報酬率 是12% 那你估計 我們這家公司 未來的資金成本 是10% 但是呢 如果說我們未來的 真正產生的資金成本 是15% 那你就會有很大的麻煩 怎麼樣的麻煩呢 麻煩就是說 你估計出來的資金成本 是10% 所以 你計算出來的 估計出來的 未來的資產的報酬率 未來投資案的報酬率 是12% 所以你說 我算出來的報酬率 IRR等於12% 高於我的資金成本10% 所以我有賺錢 所以我就進行這個投資案 那各位你要知道 一旦你開始進行這個投資案以後 你的資金可能就套牢非常的久 就好像你如果當年 一決定要做101金融大樓的話 你把101金融大樓蓋好 你的資金就套牢 很可能要套牢70年 OK 所以你一剛開始的時候 如果資金成本算錯了 那當然也有可能報酬率算錯了 那我們假設來講 你如果說資金成本算錯了 那原先應該是15% 你算成10% 所以你決定踩行了 一旦踩行了以後 你發現說 我資金成本事實上 是高於10% 高於太多了 那這個案子是虧錢的案子 可是我就非得要做很久 所以這資金成本的數字 事實上是非常重要的 然後再過來來講的話 這資金成本它本身也可以讓 財務管理人員 他可以去了解 我們公司所牽涉到的 一個投資案的風險 到底有多高 因為站在長期的遠光來看 財務經理人不只說 我要做這個投資案的一個評估 我需要找什麼樣的資金成本 來當折限率 因為你要知道就是說 站在公司的一個立場 如果你認為你目前所進行的 這個行業風險是太高了 那風險太高的話 你就要提供 提供怎麼樣 提供權益資金的投資人 非常高的一個報酬率 所以呢 站在公司的立場來講 它有那個 incentive 它必須要去 in the long run 想辦法去降低公司的 經營的風險 所以當你如果 在這段期間你 因為做公司的投資案評估 你去估計我們的 權益資金 到底壓有多高 你了解說 我的費達為什麼會這麼高 那費達這麼高 對我來講的話 我算出來的資金成本 就要很高 然後你幾乎要 除非有非常好的投資案 你才能提供夠高的報酬率 去高於我的資金成本 所以對財務經理人來講就是說 那我是不是有什麼樣的方法 可以降低我們的公司的一個貝塔 那降低公司的貝塔 當然是有兩種方法 第一種方法的話 當然就是在財務結構上面 你要讓它更安全一點 那有些時候呢 你可以藉由某些 企業的合併跟購併 讓你自己的企業 可能跟一個比較低風險的企業 去進行購幣 或是你甚至有一些說 跟一些相反的 因為你知道像風險的概念 我們不是說 你如果結合兩種資產 那它的那個相關係數 如果為負的話 那是不是風險就可以降低很多 那當然你在實務界 真的很難找到說 有哪一家公司 剛好跟我們風險剛好是相反 讓我們的相關係數為負 但是你總有辦法找一些相關係數 比較低的 接近零的 比較無關的 那兩家公司如果說 合併了以後 它就可以降低我們的風險 那當然你會有很多的方法 可以去降低風險 那降低風險事實上是會有好處的 因為我們剛才有講到 這個資金成本 除了讓我們去當 投資案的一個折限率之外 它事實上 你如果到時候 學到所謂的企業評價 這公司的資金成本 也是用來算股價 股票價格的一個折限率 OK 所以in the long run 如果在長期 你能夠有效降低公司的風險 那代表就是說你在資金成本上面 能夠有效的去降低 然後相同的現金流量之下 你公司的一個價值是會比較高的 OK 所以呢這個資金成本的估計是非常重要 那我們也必須要強調一下 資金成本的估計不是那麼簡單 比如說你台灣高鐵 或是像是101金融大樓這樣的投資案 三十年七十年 有誰在還沒有 進入那個三十年跟七十年之間 可以告訴你說資金成本 到底是會是多少 其實沒有人 Even是最好的財經系的教授 大家就沒有 不可能告訴你說資金成本為多少 因為大家不是神 大家沒有活過未來 所以不知道未來的資本市場的工需是如何 過去的資料絕對沒有辦法 足以讓你去估計出來 未來的資金成本是多少 所以我們是沒有辦法 把資金成本弄到非常的準確 那這一點我們必須要讓各位了解一下 然後在這邊有提到一點 我們在這邊在算資金成本的時候 其實各位如果有去計算 你會發現說 我們其實都是用長期的資金成本 的概念來算的 為什麼用長期資金成本 我們會用長期負債 我們會用股票的資金成本 然後來算我們的公司的 加權平均資金成本 那有些人會講說 那我們不是還有流動負債嗎 我們的資金面 除了長期負債跟股東權益之外 不是還有流動性的負債 那為什麼流動性負債的資金成本 沒有在這邊出現 那我們必須要在這邊跟各位強調一下 因為我們現在在做的是 資本預算的投資 那資本預算 我們會假設這個資金套勞時間 是長期的 所以我們在這邊估計的 資金成本也是用長期的資金成本 去估計 因為這些資金是要套勞非常長久的 所以我們等一下要算的是 長期的資金成本為主 OK 然後呢 我們這邊還要再講到一些 可能 未來也會稍微會解釋的一些概念 第一個來講 我們通常來講 你去做一個資本預算 我們會強調用公司的資金成本 當作我們的責限率 可是各位也會知道 公司可能會有不同的部門 OK不同的部門 比如來講 公司有可能有兩大部門 一個部門呢 專門做通信 通信方面的設備 有另外一個部門呢 做半導體 我們假設有這麼一家公司 那我們公司只有一個資金成本 如果說我們今天兩個部門各自投資 提出一些投資案 比如說我們的通信部門 他提出一個投資案 那半導體部門提出來一個投資案 那請問一下 這兩個部門所提出來的投資案 你要用相同的資金成本 當作責限率 理論上來講 半導體的部門 風險會比較高 理論上來講 通訊設備的部門 他的風險會比較低 那通常來講呢 我們的通信部門 他會跟市場上面 其他的通信部門 去相競爭 我們的半導體部門 會跟半導體的競爭場 常常去做競爭 所以理論上呢 你會用不同的資金成本 去當他的折限率 那可能的話 你用通信部門的 折限率就會比較低一點 用半導體部門的 折限率就會比較高一點 那到底要高多少 要低多少 我們比較高階的財務管理 可能有一種一些公式 去跟你做建議 那當然你要算出那個部門 他本身的一個β 然後用相同的一個方程式 你可以去算出 那可能通信部門 β比較低 所以他應該算的 資金成本是多少 然後半導體部門 β比較高 他應該算出來多少 但是even 是如此 我們有客觀的方式 公司裡面 很可能都會吵來吵去 會吵來吵去 因為你要知道就是說 這個 你在公司內部來講 如果半導體部門 跟你講說 我這個投資案IR 是有16% 但是通信部門 他算出來IR只有14% 那他就是說 因為我的IR比較高 所以我理論上 應該先投資我的 那這種概念可能會不太對 不太對的原因就是說 因為通信部門 他的資金 風險也比較低 所以他 你應該apply的資金成本 也比較低一點 OK 那半導體部門 他的風險比較高 所以他要求的報酬率 也應該比較高 也就是說權益資金成本 也會比較高一點 所以理論上來講 公司還是會有 爭奪資源的那種 那也是常常會在一些 比較高階的財務個案裡面 會出現這樣的問題 這是第一個 也就是說 你用公司的資金成本 所去當責協率的一個投資案 僅是用跟公司本身風險相同的 有些公司 比如說像7-11的超商 那理論上他就是不同的在概超商 那新的超商的風險 跟公司本身 目前的風險 應該是差不多的 所以用資金成本去當 新的超商的一個折限率 那是OK的 OK 好 第二個 等一下我們在算資金成本的時候 你會知道 我們會有一個比率 這個比率就是 舉債比率跟權益資金的比率 那通常來講呢 一家公司都會有一個理想的 舉債比率 這個 所謂理想的舉債比率的概念 我們在期中稿之後 講資本結構的時候 會講的非常詳細 那這個舉債比率呢 比如來講 我們公司 有一個理想的資本結構 那就是 40%的舉債比率 60%的股東權益比率 好 那今天當然公司在實施 投資案的時候 他想辦法會不會投資 比如說 我們公司今年 我們有個投資案 這個投資案 需要用1億元的資金 當我們說這個公司的部門 提出這個投資案的需求的時候 就有一家銀行就跑過來說 你這個投資案需要1億的資金 那我這家銀行 願意完全就借你1億的資金 去蓋這個投資案 那請問一下 我目前公司的資金成本 是40%是舉債 60%是股東權益 但是我這個投資案 本身所用的1億元 完全是舉債而來 請問一下 我要用的資金成本 去當那個折現率的資金成本 是要用公司的資金成本 還是完全用舉債的資金成本 當折現率 有沒有人知道 OK 我們仍然要用公司的資金成本 當折現率 你會說為什麼 我這完全的錢 就是舉債而來 因為公司通常來講 會長久來講 會維持相同的資本 這個資本結構 那如果這個案子 1億元 我完全用 舉債而來的話 那請問一下 我下個案子 如果還需要1億元的話 那你覺得我比較有可能 還是借錢呢 還是用自有資金去 去供應呢 如果說你的資本結構 你希望長久來維持一個非常的 穩定的40%舉債比例的話 那你前面一個案子是用舉債 後面那個案子非常有可能 就要用自有資金 對不對 這樣才能夠balance 才能夠維持40%的一個舉債比率嘛 那所以同一年度 你所進行的兩個案子 那一個用舉債資金成本去當折限率 另外一個用權益資金當折限率 那這樣公平嗎 當然不公平 所以務實的一種做法就是說 因為如果你公司一直有個 目標資本結構的一個概念的話 那理論上你就要用那個資本結構 所計算出來的估計的資金成本 去當作所有投資案 相同風險投資案的一個折限率 你不能就實際上的 那個籌資的那個資金成本 去當折限率 如果我們剛才所講的那個 例子來講的話 如果第一個投資案 因為它舉債 舉債的資金成本通常比較低 而且又可以抵稅 所以第一個案子 你很可能就用非常低的一個 資金成本去當作折限率 那第二個案子 可能公司的一個策略就是說 因為我們前一個案子已經用舉債了 所以下一個案子要用自有資金 那自有資金呢 就是用CAPM的方法 去估計出來的 權益資金成本 那折限率就非常的高 所以理論上來講 同一年的兩個不同的案子 一個用舉債資金成本 一個用權益資金成本 那你很可能反而造成不好的影響 因為第一個案子 你很可能因為資金成本很低 所以你很快就過關了 可能報酬率不會特別高 對不對 那第二個案子呢 它可能值得做 可是因為你的資金成本 是用權益資金成本 所以那個案子很可能就會被拒絕掉 對不對 因為我們說 我們一定要讓我們的公司的IR 大於資金成本才會去做 對不對 有可能兩個案子都應該做 對不對 如果你用那個平均的概念來看的話 所以我們對於資金成本的一個計算 有實務上的一些考量 那我們這邊 當然我剛才講那麼多 我們就充結兩個 很簡單的兩個點 就是說 第一個 如果公司有目標的資本結構的話 那同一段時間 你所計算出來的那個資金成本 就適合使用在跟公司相同風險的投資案 當作折現率 第二個 公司部門如果有不同風險的部門來講的話 那理論上你應該要估計 依照不同的部門的風險去估計 他不同的一個權益資金成本 因此也必須要去估計 不同部門的資金成本 因為有些時候 你會發現就是說 那兩個不同的風險的部門 他在市場上所競爭的一個對手 他們的資本結構都不一樣 對不對 但是我們整家公司來講 只有一個目標的資本結構 所以你理論上還要去估計 如果他在不同的資本結構之下的 資金成本應該是如何 OK 那我們目前的公司的資金成本 僅適用跟目前公司相同風險的 投資案當作折現率 所以這個資金成本 通常來講是非常複雜 然後也是有高爭議性的 如果公司剛好有不同的風險的部門 常常就會因為 涉算的資金成本的高低 然後會去有一些增值 通常來講公司都會有 兩種以上的資金來源 因為你一定要有自有資金 當然有些資金號稱他不要舉債 但是理論上來講 我們絕大部分的公司都會有舉債 而且我們在期中考以後 我們會教各位的資本結構 應該來講的話 絕大部分的公司都要使用舉債 才能夠有效的提高公司的報酬率 或是降低公司的資金成本 所以我們這邊就假設 一般的大部分的公司 都會有兩種以上的資本結構 我們這邊用比較簡單的一個假設 就假設他有來自於舉債 跟來自有資金 所以我們會有一個叫做 加權平均資金成本的概念 加權平均資金成本的概念 那我們這邊就有兩種資金成本 一種叫舉債的資金成本 另外是股東權益的資金成本 那舉債的資金成本 因為他可以抵稅 所以我們通常在算出 稅前的舉債資金成本之後 要把它乘以1-T 1減掉有效的稅率 然後各自乘上 他所佔的資本的比重 然後我們在這邊要強調一下 這個比重WD跟WS 這個WD跟WS呢 他是用市場價值的比 注意喔 用市場價值的比去算出來的 那為什麼用市場價值比呢 而不是用你資產負債表上面的 賬面價值比 那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說 你現在在算的這個資金成本 是供未來的投資案 當作折限率用的 那各位要知道說 我今天如果要去估算 我未來要使用的資金成本 那舉債的話 那當然非常容易 你舉債 你可以很容易用那個 舉債發行的債券 你可以去算出一個殖利率嘛 那你甚至可以 你說我如果不發行債券呢 你甚至可以跟銀行講 說銀行 我需要1億元的資金 我要跟你借1億元的資金 然後我要借10年 我要蓋一座 怎麼樣的工廠 那你願意給我多少的利率 那銀行大概做一下估算 他會給你報價 他說10年期的話 如果在正常的條件之下 我應該給你多少的利率 ok 那所以呢 你應該就很容易估算出來 你使用 取債的資金的 取債的資金成本是多少 那你要估算什麼 權益資金的話 你要怎麼樣去估算 我們通常來講就是說 那你可能就會發行股票 那發行股票呢 我們當然說 股票有帳面價值 股票也有市場價值 那你要用帳面價值去發行股票 還是用市場價值去發行股票 當然是用市場價值 所以我們會認為說 公司在做投資案之前 跟在做投資案之後 公司理論上都維持相同的資本結構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如果說 我們要用市場價值去發行股票的話 那你所要用的那個資本結構的比 就是要用市場價值比 也就是說你用市場價值比 去發行的那個用市價去發行的股票 發行的多少股 然後跟你的發行的多少的債券 或是使用多少銀行的債券方面的一個資金 那你形成的比例 跟你事前形成的比例 就會完全是一樣 OK 所以我們這個資本結構比 是用市場價值去計算的比率 我們等一下會稍微跟各位解釋 那個比率是怎麼算的 這個比率事實上來講還蠻簡單的 就是說你要算這個比率呢 第一個 股東權益的那個市值呢 就是以每股的股價乘上流動在外的股數 OK 然後呢債券呢 當然理論上來講 如果這個公司剛好有流動在外的一個公司債的話 那其實你應該有債券的市價 OK 那當然你會覺得說公司的那個債務裡面 它債券的話可能只在一部分 那其他部分呢 如果沒有市價的話要怎麼樣 那我們這邊當然用一種簡單的一個概念來講 就是說你如果沒有在資本市場有trading的話 那你很難得到所謂市價的一個概念 就是債務的市價的概念 那所以我們這邊用一個負面表列的方式 所謂負面表列的方式就是說 除非你相信 你現在正在做分析的這一家公司 它在未來幾年之內 會有清償債務的困難 如果你認為這一家公司沒有清償債務的困難的話 那理論上目前在資產負債表的所有的負債 應該都能夠百分之百倍清償 那有這樣的概念事實上是這樣子 我們曾經去分析過 幾乎所有的上市上櫃公司 它在財務報表上面的負債 它的平均的duration 這個是一個投資學的一個專用名詞 duration就是它的加權平均償還期限 那我們也把它叫做存續時間 就是說平均我們債務的存續時間 是四到五年 也就是說在四到五年之內 你今天在資產負債表所發現的所有的債務 應該就會被償還 那所以你只要有一個概念說 我認為這家公司在未來四五年之內 沒有任何清償債務的困難 那它今天在資產負債表上面的所有的負債 應該就可以百分之百倍清償 那如果符合這樣的概念的話 那我們可以有一個比較權益的做法 就是說如果這家公司 讓你真的覺得說它的信用狀況很好 那理論上它的債務的帳面價值 就會等於它的市場價值 為什麼 因為百分之百的負債都可以得到清償 就是說你沒有清償上的困難 所以帳面價值是多少錢 市場價值應該就是多少錢 因為它的導賬的風險比較低 所以我們可以用帳面價值來取代 那股票的市場價值很容易算嘛 對不對 那所以呢你理論上算出股票的價值是多少 然後負債呢 假設你沒有流動在外的負債的話 那我們就用帳面價值 我們假設它沒有導賬的風險 那所以你就可以把公司的價值加起來 所以負債的可能用帳面價值 那股東權益呢很可能用市價 兩個把它加起來 那它各自所佔的比率就是WS跟WD OK 那所以這樣就可以算出來市場價值比 所以呢你只要我們回去看 你只要估算出來負債的資金成本是多少 股東權益的資金成本是多少 那我們就可以估算出來公司的 加權平均資金成本是多少 OK 那我們剛才有還忘了跟各位講 其實沒有忘只是希望在這個時候再來講 就是說不要忘了一件事 我們現在在做的估計資金成本的主要的目的 是在估計出來一個資金成本 供我們去做未來的資本預算的折限率 所以你今天要估計的資金成本 是用來對未來的現金流量去做折限率 所以如果說我今天要做台灣高鐵的投資案 未來30年我要去蓋一個高鐵 那我要找來的資金成本就是針對未來 產生30年現金流量去做折限 所以這個資金成本應該是apply to未來的 apply to未來所以它必須要怎麼樣 不是根據你過去所真實產生的資金成本去做了解 而是呢去針對未來的經濟的狀況 未來的資金的供給跟需求的狀況 去估計出來未來的資金成本 所以我們要找的資金成本是必須要有什麼 forward looking 英文叫forward looking就是說 必須要有前瞻性的資金成本 那這個前瞻性的資金成本 不必要跟你公司過去的取債的資金成本 或股東權益的資金成本 要有所關聯 ok 那所以我們必須要去找前瞻性的資金成本 所以呢 我們接下來就要跟各位來講一下 那我們要想估計舉債的資金成本 應該如何估計起 ok 那我們要估計舉債的資金成本 我們理論上 你要去估計具有前瞻性的資金成本 所以你不能講說 我公司過去舉債的話 大致上的資金成本是多少 你過去已經實現的利息 過去實現的 舉債的資金成本 不必然是未來30年 或70年 你將會面對的 舉債的資金成本 除非你有理由相信說 它會是一樣 所以我們在這邊呢 我們說怎麼樣的資金成本 符合你所謂的forward looking 的舉債資金成本 第一個呢 當然如果公司 目前還有流通在外的公司在的話 那這是最符合我們的一個看法 為什麼來講呢 我們假設來講 公司之前發行了一個 十年期的公司債 那目前呢 已經經過三年了 那請問一下公司債 目前有沒有價格 有一個價格 那公司債未來還有幾年 還沒有償還 還有七年沒有償還 所以如果你今天這樣來講 好了 我如果以公司債今天 目前的價格 然後剩餘還有七年 還未償的一個義務在那裡 那你可以想像得到說 如果我用今天的價格 跟未來七年還未償的義務 可以算出來一個殖利率 可不可以 可以算出來一個殖利率 那這個殖利率呢 就等同於 如果你今天要再去借一個 七年期的債務的話 那你的資金成本就是那麼多 對不對 所以呢 你如果用公司在目前現有的價格 還有尚未清長的 未來的一個年限 然後你可以去算出一個殖利率的話 那這個殖利率事實上就是 你可以把它當作是 forward looking的 舉債的資金成本 因為至少它對於未來七年來講 還要prime 那當然 你很可能你未來的那個 那個要做的資本預算 可能超過七年 可能十年可能十五年 那至少來講 它已經 告訴你有七年的那個 你一個狀況 就是 它可以適用 所以你可以用 已經流通在外的公司在 當然 我們希望它 還有很長的天期 如果說明後天就要到期的話 那可能那個 利用價值也不大 對不對 那當然並不是所有的公司 公司都會有公司在 所以這個估算這個 這個 取債的資金成本 可能也會有一點點誤差 那我們這邊 食物界比較能夠接受的 第二種方法的話就是 依據我們市場上公認的一種 債性平等的機關 所評定的風險等級 然後去估算 我們的取債的資金成本 那通常來講 比如我們大家所熟悉的 Moody跟Standard and Pool 那你如果說是 上市上貴公司 或是你在最近有過 一些資本市場的一個籌資的活動 那資本市場的管理單位 都會要求你去做一次 再性平等 那通常呢 Moody跟Standard and Pool 在幫你做 再性平等的同時 他也會公佈一些資本市場的資料 比如說他就會公佈說 屬於我這個Moody的兩個A等級的 這種公司的再性 那他的取債資金成本 應該是介於幾%到幾%中間 他會公佈這些資料 所以呢 如果你這家公司在最近 有做過再性平等 那你理論上就可以根據最近 這個Moody或Standard and Pool 他們所公佈的 該等級的那一些財務 該等級的那個 籌資的一些資金成本的資料 比如說他如果說 好我屬於我們 AA等級的這樣的一個 再性的一個公司 他去借10年期的負債的話 那他的局債資金成本 借於3.5到3.8中間 那你可以就選擇 3.5跟3.8的中心點 當作你的 取債資金成本的一個預期 對不對 那當然我們也必須要講 也並不是所有的公司 在他必須要做 資本預算的時候 他有個再性平等在那裡 有些時候再性平等 是多年以前做的 那現在來講的話 當然公信率不一定都還是屬於同樣的等級 還有一些公司呢 是從頭到尾都沒有做過再性平等 那他怎麼樣去找到一個再性平等呢 我們通常有一種做法 就叫做 pure play 就是等於是一個 你去找市場上 跟你這家公司長得最像的公司 然後這家公司剛好有做過再性平等 那你去借用他的再性平等 那所謂長得很像是什麼 第一個 他的business scope 要跟你這家公司一樣 公司的大小跟你這家公司相同 然後呢 你要有一些財務數字上面非常接近 比如說你的舉債比例 跟你借用 再性平等的這家公司 舉債比例要相同 然後呢 你的利息償還的倍數 也要跟這家公司相同 那如果說符合這些條件的話 你就可以找一家 有做再性平等的 去借用他的再性平等 然後去借用這家公司 所apply的 舉債的資金成本的range 到底在哪裡 OK 那當然你如果說找到的 最接近你這家公司 財務屬性的這家公司 那他的再性 如果說你認為 比如說我能夠找到最好的公司 是台塑公司 可是我的規模又比他小很多 儘管我的財務數字跟他差不多 那你很可能就要保守一點估計 如果說台塑公司是屬於 3.5到3.8中間 那你認為說 因為我公司規模比較小 所以我真的如果去籌債的話 我很可能資金成本要多個 多少個百分比 你再加個0.5% 很可能會比較保守一點 類似這樣的概念 所以我們要去找一個 比較前瞻性的一個 舉債資金成本 大致上就是用 流動在外的公司債 然後去算值利率 那種東西就用我們excel 我們當時講計算rate的方式 去算就可以了 你只要把present value 放今天的債券的價格 其他的東西都可以算得出來 ok 好 這是舉債資金成本方面 那當然股東權益 的資金成本 其實我們剛才已經有講過了 就是有兩種方法 一種方法呢 就是利用這個方法 那各位要知道利用這個 分析師所提供的資料 因為你今天我們假設說 我買田基店的股票 我花了多少錢買股票 我預期他的股利是多少 明年的目標股價是多少 你用這個公司去算呢 基本上應該只適合說 這家公司目前是一個 發放股利是在穩定成長的情形 不要忘了這個公司事實上是 就是屬於說 constant growth的一個 發放dividend的一個階段 我們上回在講那個 股票評價的時候 我們不是跟各位講過嗎 說有些股票 我們假設他鼓勵成長率為0 有些股票我們假設他鼓勵成長率是 穩定成長 有些股票目前不處在穩定成長的期間 如果目前並不處在穩定成長期間的話 我們用這個公司去算可能會有一點誤差 比如來講 比如大家都認為的Google Amazon 或是Facebook 他目前屬於高成長時期 所以你就不能用這個公司去算 因為他不是穩定成長期 但是如果說一些汽車廠 賓士機車 或是什麼福特機車 或是台灣的中鋼 中華電信 那你就可以用這個公司來算 因為這些公司的話 目前就處在穩定成長期 那這些資料呢 你當然可以由分析師的資料那邊找到 OK 那我們也並不承認說 所有的公司都能夠找到這樣的資訊 比如來講 我們也講過 在台積電成立的前17年 他都沒有發放鼓勵 那這些資料大概就找不到 對不對 那有些公司如果目前正處於虧損 那大概也不會有鼓勵的資料 所以這樣的一個公司 並不是每一家都找得到的 OK 那你們要估計權益資金成本的話 那你就 第一種方法呢 那就是用分析師所提供的資料 但是你要注意 這家公司一定要是目前處於 鼓勵穩定成長的時間 那通常是屬於那些比較大的公司 營運比較正常的公司 然後你可以用這樣的一個 所謂的Constant Growth Model 去估計出來 我們可能的資金成本是多少 那第二種方式呢 也就是我們剛才跟各位強調的 你可以利用資本市場定價理論 然後 你應該會知道那一家公司的倍大 是等於多少 那我們通常來講呢 你會去估計一個無風險利率 這無風險利率呢 我們通常是以 跟你要做的這個 投資案相關的一個 相同的一個 國庫債的一個利率是多少 那比如來講 如果你投資案期間是10年 那當然你最好去找10年期的 國庫債的利率 你如果要找來 做的投資案是非常久 比如說像101金融大樓 那我目前最常天期的 國庫債是30年期的 超過30年期我們也沒有了 所以在那個時候 我們大家就是選用最常天期的 30年期的國庫債 OK 那當然有很多的時候 你可能只是想算出來 某一些短期的那個 資金是多少 那我們有可能會用 更短期的那個 無風險利率去當我們的RF 好 所以我們這個RF 理論上就用你 要做的投資案 期間有多長 我們就用多長的 無風險的利率 那我們另外呢 ERN-RF這個東西 我們在實務界來講的話 我們很多的學者主張 這兩個東西不要分開去 預測 這兩個東西不要分開去 預測 不分開去預測的原因就是說 這個ERN-RF 事實上是表達一個概念 也就是我們剛才所講 風險虛幣程度的概念 所以呢你把它分開 事實上沒有太大的用意 所以我們這邊會 鼓勵大家去做一件事情就是說 你把過去一段時間 每一年的ERN-RF 拿出來看一下 當然ERN是你找不出來 我們是用我們的RF 減掉RM減掉RF 我們通常來講 在真實的世界裡面 你是沒有辦法去衡量說 投資人到底心目中 去避風險的程度是多少 因為這兩個概念 是不相符合的 也就是說 我們要衡量 我們風險去避的概念 那是一個沒有實現 而且是在心裡面的 一個心理感覺 所以它是觀察不到的 那你唯一觀察到的東西 你不能說 你觀察到的東西 就是真實的東西 比如說我們說 我們可以看到去年的 RM減掉RF 因為去年已經實現了 所以去年的RM減RF 你是知道 但是你說去年的RM減RF 能不能代表我未來對 那個資本市場的一個 風險趨幣程度 其實不能 因為我們對於 事先的概念 跟事後的概念 我們從來不認為說 事後的實現的值 就能夠代表 事先的值 就好像我們說 我們今天 你要去投資股票的話 一定要是說 ERM減掉RF是正的 你才會去投資股票 對不對 如果ERM減RF 是負的的話 你還會去投資股票嗎 不會 但是事先的概念 你如果今天有 經過某些考量以後 如果你去買股票 代表你事先的概念 ERM減RF 是大於零的 因為這樣算出來的 報酬率才會大於零 你才會去投資股票 如果說 過了一年以後 你從股票市場得到的報酬率 是小於RF 有沒有這樣的事情 有啊 事實上是有這種事情發生 那如果事實上 有這些事情發生的話 你能不能代表說 去年 RM減到RF 是小於零 所以我代表 我未來 我ERM減RF 還是會小於零 這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們說 事先跟事後的概念 是非常不一樣的 我們不能說 這個數字 去年表達是怎麼樣的數值 未來就要是這個式子 因為完全是不一樣 所以我們說 既然我們要去抓一個 沒有辦法觀察到的 一個觀察值的話 那我們如何去計算 如果我們不知道說 我們現在所有人心目中 ERM減RF是多少 那我們怎麼樣去衡量 ERM減RF 這個東西 那我們就要必須要在 統計學上面 注意喔 我現在要講的東西是 只有那種 學者們才會去 concern的一個概念 我們在統計學上 可以這樣講 就是說 如果你去做一個假設 對於一個 你沒有辦法觀察到的 一個值 你去做一個假設 比如說 我們永遠沒有辦法觀察到說 投資人的市場風險 意義籌的估計值 是多少的話 那我們就去做一個假設 我們假設說 投資人 所在做的這個期望值 這個ERM減RF的一個期望值 那它如果符合所謂的fail game fail game叫做公平賽局的一種現象 什麼叫公平賽局的一種現象呢 我們認為這個 這個隨機變數的實現值 它在期望值上 大於期望值的可能性 跟小於期望值的可能性 是相同的 這叫fail game的assumption 如果符合這樣的一個假設的話 因為我們通常來講說 你有一個東西叫期望值 可是你觀察到的 到底就只有實現的值 如果你做一個假設說 這個我們 這個隨機變數的實現值跟期望值 實現值大於期望值 跟實現值小於期望值的機率是一樣的話 那你就可以有一種可能性 就是說我們觀察過去40年 我們RM減RF的實現值 然後我們說 因為它的實現值跟期望 實現值大於期望值 跟小於期望值的機率是一樣的 所以呢 你觀察過去40年 這個實現值 你會覺得這個實現值的 平均數跟期望值的平均數是一樣的 因為你有一個fail game的assumption 所以我們現在的做法就是這樣子 我們就去觀察過去40年 市場平均的報酬率減掉RF 它的差額等於多少 那因為我們假設這個RM 是屬於一個fail game的assumption 所以你就可以算出來 過去40年ERM減掉RF的平均值 就是跟我們的期望值是差不了多少 OK 那我們過去40年 如果你去算一個平均數來講 ERM減掉RF大概介於8到10中間 OK 8到10中間 那理論上我們通常會 可以往比較小的方向去抓 如果說我跟你講8到10中間的話 那你會挑選比較8的這一端 原因就是說我們通常會覺得 這個ERM減掉RF5是會有逐年降低的一個傾向 那會有逐年降低的一個傾向來講 這事實上是一個比較學術上的一個issue 原因來講的話 第一個就是說我們過去認為買股票跟買債券 那因為ERM減掉RF 它本身是在看說買股票跟 比買債券要多出多少的報酬率嘛 對不對 那我們過去認為買股票比買債券的風險差很多 所以這個ERM減掉RF5來講的話就會比較大一點 然後因為我們這個概念用了很多年以後 後來我們才發現說 其實學者在做這個推斷的時候 認為那個ERM要比RF大很多的時候 是有點計算錯誤 因為過去的計算都是拿年報酬率來看 那你拿股票的報酬率跟拿債券的報酬率 拿一年期的來看的話 你會發現債券的報酬率當然風險很小 然後股票的報酬率的風險當然相對起來比較大一點 但是後來有些人說這樣的衡量方法不對 因為他說任何人會決定用股票去投資 或決定用債券去投資 不會只投資一年 而是投資多少年 投資30年左右 為什麼呢 比如陳老師如果從開始當教授一直到退休 因為通常我們投資的目的是 為退休以後要養老金之用的 所以通常來講你的投資的年限是會比較長一點 那如果依照投資30年來看的話 你投資股票的報酬率跟投資債券的報酬率 風險還會差那麼多嗎 那有很多的學者用新的資料去計算 他們發現投資股票的報酬率的風險 其實並不見得比投資債券的風險要差那麼多 以往我們認為差8% 可是如果你用30年級去算的話就差不了那麼多 為什麼 因為股票有一個回歸平均數的習性 漲多了就跌 跌多了就漲 所以理論上來講 我經歷的30年跟你經歷的30年 差別不大 為什麼 因為我經歷的30年很可能是從1992到2022年 你經歷的30年很可能是從2015年到2045年 那因為漲多的比跌 跌多的比漲 所以我的30年跟你30年報酬率其實差不了多少 OK 可是投資債券來講的話 我的30年跟你的30年就會差很多 為什麼 因為我的30年我有經歷過前面利率比較高的30年 各位要知道 我們說 投資股票會有mean reversion的一種概念 就是說 有回歸平均數的一個傾向 投資債券的話是有一種mean diverting的一個現象 各位當然從過去10年20年你大概會看到 當我們的利率一旦要調漲的話 是連續好幾年都往上調漲 如果當我們的利率要往下跌的話 連續好幾年都往下跌 所以它都非常偏離平均數 它不是像我們買股票說 每隔幾年漲多了就必跌 跌多了就必漲 回歸平均數 所以我的30年跟你的30年可能會非常不一樣 所以呢 你如果用30年一期的報酬率去衡量的話 那個標準差可能會 就債券來講可能會並不小 那就股票報酬率來講可能並不是那麼大 OK 所以如果用標準差來看的話 你會發現 投資股票不應該比投資債券有那麼多的 意籌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我們當然也知道 投資股票跟投資債券 還有第二個可能的差別原因就是在什麼 在所謂的一個創業家的一個報酬 因為投資股票你等於是 有一種創業家的一個精神在裡面 投資債券的話是一個被動型的投資 所以投資股票的人 他應該享有創業家的精神 那過去60年來講的話 是人類有史以來文明發展最快的 從1950年代開始 大家有電腦的概念到發明電腦 這是人類自從發明蒸濟機以來最偉大的發明 就是發明電腦 然後呢 在過去60年當中也發明了Internet 對不對 發明了網路 所以呢 我們說過去那段時間之所以我們看到 有8%到10%的Premium 有一方面是反映那些創業家的精神 那你今天要再估計一下 你如果今天要用過去的那個8% 10% 除非你有一個可能性 你認為未來的60年 也有像我們過去60年同樣的科技有那麼大的進展 那非常多的科學家會認為說 其實我們人類可以發明的東西 大致上發明的差不多了 未來可能沒有那麼高的創業家的精神 所以呢 很多的學者會主張 如果你是估計一個權益資金成本 用作未來的一個折現率來講的話 這個ERM-RF這個部分 理論上應該不像過去60年那麼大 是要稍微比較小一點 OK 所以呢 我們在現在來講 可能會鼓勵你 稍微往比較低的那一端去抓 OK 那我們認為是 你如果抓到6到8的 這中間來講是合理的 OK 但是你也不要再低了 也不要過度的高 那實務界來講 現在是用6到8 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好 那這是權益資金成本的一個估計 那我們當然就是說 有關於這RF的話 就找跟你投資案相同期間的 國庫債的利率 如果30年期的話 這RF目前大概是4.5左右 那如果10年期的話 那目前3%左右 OK 然後ERM-RF的話 我們假設我們就用6% 或7% 來當作我們的那個ERM-RF 那你只要知道 你要衡量這家公司的貝塔 是多少 就可以了 那所以這是有關於 權益資金成本的一個衡量 所以你知道了 權益資金如何衡量 你知道了 那個 那個 舉債的資金成本如何衡量 根據我們剛才那個公式 你就可以算出來 我們的加權平均的資金成本 OK 那這是我們其中考的範圍 我們在那裡面 像一個在那裡 那些地方 有一些水 那一次 的資金 我們可以做成一個 非常負面的 我們可以試行